谁能想到 我在意大利上着上着学 诶 我同学结婚了 你看这杯子漂漂亮 金光闪闪 巴法利亚 这杯子我要送给谁呢 我同学 佛大的同学 然后呢 这个礼物不是普通的礼物 是新婚礼物 你说我上着上学 我同学竟然结婚了 他一会儿在米开朗基罗广场那儿 拍婚纱照 然后我过去看一眼他 然后顺便把这个新婚礼物 这一套 一套的这个算是茶具 或者喝咖啡的东西 送给他 好 我们待会儿见 我同学呢 整个下午都在这个地方 拍婚纱照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佛伦萨的全景 天哪 真是太美了 非常适合拍婚纱照 情侣照 我第一次来佛伦萨的感觉就是 哇 这个城市 真的很适合谈恋爱 一切都是那么美 那么和谐 每一段路 每个砖块 都似乎藏着故事 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几个 佛伦萨情人 我真的都对不起自己 那不话说眼了 我说一说这对新人吧 我同学的男朋友呢 来意大利时间也比较久了 算是半个本地人了 而我同学呢 今年在佛大上研二 但其实啊 他跟我一样 都是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 才出来留的学 我觉得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呢 就会发生一些 比较神奇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能比 上一代人的生活更好了 我们对生活的安排呢 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可能上一位人认为 一些人生必经之路 在我们看来呢 可能是可走可不走 这只是我们人生的 一个选项罢了 也有一些事情呢 我们打乱了 他们的发生顺序 比如说上学 比如说结婚 比如说有孩子 这个顺序可能就跟 我们上一辈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不再也不愿意 再去遵循那些像母子一样 十分相似 又毫无心意的生活方式 人生很长 人生也很短 我们不知道历史的洪流 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遇到真爱 但是每一段经历呢 都要好好珍惜 如果上学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生的伴侣 那就应该抓住机会 勇敢地和他奔赴 人生的下半场 让我们祝福他们 也希望看视频的你 也能谈到天天的恋爱 也不一定 不温柔的清晰 也许飘来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